妈妈我要听好文章 牛郎之女 叶圣涛 古时候有个孩子 爹妈都死了 跟着哥哥嫂子过日子 哥哥嫂子带她很不好 叫她吃剩饭 穿破衣裳 夜里在牛棚里睡 牛棚里没床铺 她就睡在甘草上 她天天放牛 那条牛跟她很亲密 用温和的眼睛看着她 有时候还拿腮帮挨着她的小腮帮 怪有意思的 哥哥嫂子见着她总是待理不理的 仿佛她一在眼前就满身不舒服 两下一比较 她也乐得跟牛一块出去 一块睡 她没名字 人家见她放牛 就叫她牛郎 牛郎照看那条牛挺周到 一来是牛跟她亲密 二来呢 她想 牛那么勤勤恳恳的干活 不好好照看她 怎么对得起她呢 她老是挑很好的草地 让牛吃又肥又嫩的青草 家里吃的干草 拾得一点土也没有 牛渴了 她就牵着她到溪流的上游 让她喝干净的溪水 夏天天气热 就在树林里休息 冬天天气冷 就在山坡上晒太阳 她把牛身上刷得干干净净 不让有一点草叶土力 到夏天 一把蒲扇不离手 把嗡嗡乱转的牛蒙都赶跑了 牛旁也打扫得干干净净 在干干净净的地方住 牛也舒服 自己也舒服 牛郎随口哼几支小曲 没人听她的 可是牛摇摇耳朵闭闭眼 好像听得挺有味儿 牛郎心里想什么 嘴就说出来 没人听她的 可是牛咧开嘴 笑嘻嘻的 好像明白她的意思 她常常把看见的 听见的告诉牛 有时候跟她商量一些事 牛好像全了解 虽然没说话 可是没开眼笑的 她也就满意了 自然 有时候她还觉得美中不足 要是牛能说话 把了解的和想说的都一五一十说出来 那该多好呢 一年一年过去 牛郎渐渐长大了 哥哥嫂子叫她干更多活 挑水 推磨 费力的活都归她 但她可并不比仙钱好 吃的还是剩饭 穿的还是破衣裳 睡的地方还是没墙没壁的牛棚 这还不算 还把她看成眼中钉 想尽办法要拔了这颗眼中钉 什么缘故呢 父亲留下的家产本该哥俩平分的 可是哥哥嫂子想独占 现在牛郎长大了 要是她提出分家 怎么办 牛郎从小在自己手心里 干脆说不分给她 想她也不敢说什么 可是 左右邻居不免说闲话 独屯家产的恶名声传出去 怎么办 想来想去 只恨爹妈多生了个牛郎 牛郎就成了哥哥嫂子的眼中钉 一天 哥哥把牛郎叫到跟前 装作很亲热的样子说 你如今长大了 也该成家立业了 老人家留下一点家产 咱们分了吧 一条牛 一辆车都归你 别的归我 嫂子在旁边 三分像笑 七分像发狠 说 我们挑顶有用的东西给你 你知道吗 你要知道好歹 赶紧离开这儿 去成家立业 天还早 能走就走啊 牛郎听哥哥嫂子这么说 想了想 说 好 我这就走 他想哥哥嫂子既然扔开它像泼出去的水 他又何必恋恋不舍呢 那辆车不稀罕 幸亏那条老牛归了他 亲密的伴还在一块 离开家不离开家有什么关系 他就牵着老牛 拉着破车 头也不回 一直往前走 走出村子 走过树林 走到山峰重叠的地方 以后 他每天上山打柴 柴装满一车 就让老牛拉着 到市上去换粮食 到夜晚 就让老牛在车旁边休息 自己睡在车上 过些日子 他在山前边盖一间茅屋 又在屋旁开一块地 种些庄稼 这就算安了个家 一天晚上 他走进茅屋 忽然听见一声 牛郎 自从离开村子 他还没听见过这个声音 是谁叫他呢 回头一看 微弱的星光下边 原来是老牛 嘴一开一合的 正在说话 老牛真会说话了 牛郎并没有觉得很奇怪 像是听惯了他说话似的 就转过身子去听 老牛说的是下边的话 明天黄昏时候 你得翻过右边那座山 山那边有座树林 树林前边有个湖 那时候 有些仙女正在湖里洗澡 她们的衣裳放在草地上 你要捡起那件粉红色的沙衣 跑到树林里等着 去跟你要衣装的那个仙女 就是你的妻子 好机会不可错过 切记 切记 知道了 牛郎高兴地回答 第二天黄昏时候 牛郎翻过右边的那座山 穿过树林 走到湖边 湖面映着晚霞的余光 蓝紫色的波纹晃晃荡荡 她听见有女子的笑声 顺着声音看 果然 有好些个女子在湖里洗澡 她沿着湖边走 没几步 就看见草地上放着好些衣裳 花花绿绿的 渐渐都那么漂亮 她在里头找 果然有一件粉红色的沙衣 她就拿起来 转身走进树林 她静静地听着 一会儿 就听见女子们上岸的声音 听见一个说 不早了 咱们赶紧回去吧 咱们偷偷地到人间来 要是老人家知道了 不知道要怎么罚咱们呢 过了一会儿 又听见一个娇媚的声音说 怎么 你们都走了 难得来一趟 自由自在地洗个澡 也不多玩一会儿 哎呀 我的衣裳哪儿去了 谁瞧见我的衣裳了 牛郎听到这儿 从树林里走出来 双手拖着沙衣 说 姑娘 别着急 你的衣裳在这儿 姑娘穿上衣裳 一边梳着她的长长的黑头发 一边跟牛郎说话 牛郎把自己的情形谈得很详细 小时候怎么样 长大了怎么样 哥哥怎么样跟她分家 她怎么样安了个家 跟老牛一块过日子 都一五一十地说了 姑娘听她说 听得出了神 又同情她 又爱惜她 就把自己的情形完全告诉她了 原来 她是天上王母娘娘的外孙女 织彩锦织得特别好 名字叫织女 天天早晨和傍晚 王母娘娘拿她织的彩锦装饰天空 那就是灿烂的云霞 什么东西也不如她美丽 王母娘娘需要的彩锦多 就叫织女成天成夜的织 一会儿也不许休息 织女身子老在祭房里 手老在梭子上 老累不用说 自由没有了 等于关在监狱里实在难受 就说自己织的彩锦 挂在天空那么样好看 总该好好的欣赏欣赏吧 可是 王母娘娘说织锦要紧 也不放她出去看一会儿 在云霞满天的时候 织女只能隔着小窗户望一望 小窗户里望见的能有多大呢 她常常想 人人都说天上好 天上好 天上有什么好呢 没有自由 也看不见什么 她总想离开天上 自由自在的到人间去玩玩 哪怕是一天半天呢 也可以见识见识人间的景物 把这个想法跟别的仙女说了 别的仙女也都说 在王母娘娘跟前确实闷得慌 应该到人间去玩一会儿 只是要做的十二分秘密 要不老人家知道了 可了不得 今天下午 王母娘娘喝千年酿的葡萄酒 酒味好 多喝了点 靠在宝座上直打瞌睡 看样子不见得马上就醒 仙女们见机会难得 就你拉我我拉你的溜出来 一起飞到人间 她们飞到湖边 看见湖水清的可爱 就跳下去洗澡 织女关在机房里太久了 能够在湖水里无拘无束地游泳 心里真痛快 就想多玩一会儿 没想到就落在后边 牛郎听完织女的话 就说 姑娘 既然天上没什么好 你就不用回去了 你能干活 我也能干活 咱们两个结了婚 一块儿在人间过一辈子吧 织女想了想 说 你说得很对 咱们结婚 一块儿过日子吧 她们俩手拉着手 穿过树林 翻过山头 回到茅屋 牛郎把老牛指给织女看 说她就是从小到大相依为命的伴 织女拍拍老牛的脖子 用腮帮挨挨她的耳朵 算是跟她行见面礼 老牛也眉开眼笑地朝她看 仿佛说 正是这个新娘子 从此 牛郎在地里耕种 织女在家里纺织 有时候 织女也帮助牛郎干些地里的活 两个人你勤我俭 不怕老累 日子过得挺美满 转眼间 两三个年头过去 她们生了一个男孩 一个女孩 到孩子能说话的时候 晚上得空 织女就指着星星 给孩子讲些天上的故事 天上虽然富力堂皇 可是没有自由 她不喜欢 她喜欢人间的生活 跟爸爸一块儿干活 她喜欢 逗着兄妹打玩 她喜欢 看门前小溪的水活泼地流过去 她喜欢 听小风晚风轻轻地吹过树林 她喜欢 两个孩子听她这么说 就围在她怀里 叫一声妈妈 回过头来又叫一声爸爸 她乐极了 可是有时候也发愁 愁什么呢 她没告诉牛郎 她是怕外祖母找她 知道她在这儿 一天 牛郎去喂牛 那条衰老的牛又说话了 眼眶里满是眼泪 她说 我不能帮你们下地干活了 咱们分手了 我死以后 你可以把我的皮剥下来留着 碰见特别紧急的事 你就劈上我的皮 这对你会有帮助 老牛说完就死了 牛郎听老牛的话 人的悲痛剥下牛皮 藏起来 夫妻两个痛哭了一场 把老牛的尸骨埋在屋后边的山坡上 再说天上 仙女们溜到人间洗澡的事 到底让王母娘娘知道了 王母娘娘罚她们 把她们关在黑屋子里 要等她们不再有贪玩的心才能放出来 她尤其恨织女 竟敢留在人间不回来 简直是有意败坏她的门峰 损害她的尊严 她发誓要把织女捉回来 哪怕藏在泰山底下的石缝里 大海中心的珊瑚上 也总要抓住她 给她顶厉害的惩罚 王母娘娘派了好些天兵天将到人间查访 查访了好久 才知道织女在牛郎家里 跟牛郎做了夫妻 一天 她亲自到牛郎家里 磕巧牛郎在地里干活 她就一把抓住织女往外走 织女的男孩见到老太婆面生 怒气冲冲地拉着妈妈走 就跑过来拉住妈妈的衣裳 王母娘娘狠狠地一推 孩子跌倒了 她就带着织女一起飞起来 织女望着两个可爱的儿女 眼泪汪汪的 心里恨极了 有好些话说不出来 只喊了一句 快去找爸爸 牛郎跟着男孩赶回家 只见梭子放在枝了半截的裁紧上 灶上的饭正冒热气 女孩坐在门前哭 她决定上天去追 把侄女救回来 可是怎么能上天呢 她忽然想起老牛临死说的话 这不正是特别紧急的事吗 她赶紧披上牛皮 找两个筐 一个筐里放一个孩子 飘起来就往外跑 一出屋门 她就飞起来了 耳朵旁边缝乎乎的直响 飞了一会儿 望见妻子和老太婆了 她就喊 我来了 两个孩子也连声叫妈妈 越来越近 眼看就要赶上了 王母娘娘拔下头上的玉簪往背后一滑 糟了 牛郎的前边忽然显出一条天河 天河很宽 波浪很大 牛郎飞不过去了 从此以后 牛郎在天河的这边 织女在天河的那边 只能远远地望着 不能住在一块儿了 她们就是天河两边的牵牛星和织女星 织女受了很厉害的惩罚 可是不肯死心 一定要跟牛郎一块儿过日子 日久天长 王母娘娘拔不过她 就允许她每年七月七日跟牛郎会议次面 每年七月七日 成群的喜鹊在天河上搭一座桥 让牛郎织女在桥上会面 就因为这件事 所以人们说 每逢那一天 空中很少见喜鹊 它们都往天河那搭桥去了 还有人说 那一天夜里 要是在葡萄架下边静静地听着 还可以听见牛郎织女在桥上 亲亲密密地说话呢